蓝蓝 你这过两天都要结婚了 我听说 你那个未婚夫是个董事党呀 是啊 强子在市里面开了一家大公司呢 这那么好啊 这咱们村可都羡慕你呢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强子不仅有钱 而且还非常有才华呢 蓝蓝 你这以后可是嫁入豪美了 你这以后日子要过好了 可别忘了我呀 还有你姐夫 跟你姐夫安排个好工作 唉 珊珊姐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咱俩一起从小到大的 我怎么可能会忘了你呢 你放心吧 等我跟强子结了婚啊 我就让她在公司里面 陪你给我姐夫 都安排工作 行 那我替你姐夫啊 谢谢你 谢谢什么呀 走 姐 今天你想要的 我强哥买的啊 你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长眼睛啊 就是啊 你走路不会看到啊 你撞着人了你知道吗 姐 姑娘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就完了 你知道你撞到的是谁吗 他男朋友 可是董事长 他过两天都要结婚了 撞坏了 你赔他姐 就是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的把我撞伤了 把你卖的都赔不起 我 你什么你啊 你说啊 你要是有钱人撞到我也就算了 可是你呢 一个农村老头不穿的是什么呀 你撞到我 你知道我多亏气吗 我告诉你 今天我非得好好收拾收拾 你让你撞我 让你撞我 让你撞上眼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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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姑娘 姑娘什么呀姑娘 你们两个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 这我都已经给你们说过对不起了 你们对我对我能动手呢 动手怎么了 要怪啊 只能怪你 我姐说的对 谁让你走路不长眼的 我告诉你 这一次是给你个教训 以后别在这个村子让我看见你 不然的话 借你一次打你一次 听到没有 行了 蓝蓝 别跟他置气了 咱们还要逛街呢 别耽误咱们时间 走 赶紧我滚 这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那么没素质呀 这我跟蓝蓝我们俩快结婚了 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可准备的 蓝蓝 蓝蓝 怎么了 我这马上去找你了 等会就到你们村了 就是想问你一下 咱们两个快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可准备的 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今天你都找我了 那你过来吧 好 好 你在村里等我 好 行 去他们村找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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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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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